闻到 读时有学问 让我们慢慢和您聊 前数后数 南唐无悦 时国振颤 乱天下 阳卧流眼 闲流领域 帝王风火 暗天涯 先悠悠岁月 回望万马千军 多少恨 多少泪 锻炼 复横移 金歌铁马 震魂高歌 敬请收听 读时有学问之 五代十国风云录 十国篇 上下五千年 读时有学问 大家好 我是罗宾 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讲 五代十国风云录 十国篇 无国称霸 如果现代人提到吴王 一般会想到谁呢 估计很多人会说出 夫差和孙权的名字 也难怪 夫差和勾建 西施的旷世之恋 以及三国演义中 孙刘曹的故事 家喻户晓 想不知道他们都很难 除此之外 还有哪个吴王 更出名呢 也许是西吴贤王朱元璋 也有人会提到 唐太宗李世民的三儿子 吴王李克 当然了 也会有人提到 五代十国时 吴国的创建者 杨行密 我们五代十国 吴国的主角 杨行密是卢州人 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合肥 生于唐宣宗李晨大中六年 和出生在荡山的朱温是同岁的 杨行密和同时期的许多开国帝王一样 都是穷苦人出身 出身底层的人多有两种选择 要么人穷至短 要么穷且易奸 而杨行密显然属于第二种 他二十岁的时候 天下大乱 动荡不已 杨行密出出江湖 暂时没混出头面 只好干起了偷窃的 五本买卖 可惜杨行密手记不惊 被官府给补拿到了 送到了刺史大人 郑启那里 郑启一看杨行密这块头 好家伙 跟牛一样 郑启为人也算善良 而且有爱才之心 他大呼 好汉啊 看你不是个庸才 是个干大事的料 何必做贼呢 现在天下大乱 本官给你一条生路 快去干点正事谋生吧 于是便把杨行密给放了 不过不久之后 郑启在当地征兵 杨行密知恩图报 就加入到了他的军队 杨行密有两样本事 立大可举百金之物 而且长于步行 一日能行三百多里 有这等本事 何愁混不出头 唐广明明元年十二月 唐西宗李轩 未必皇朝逃窜到成都 卢州刺史 郑启为了不和唐朝中央政府失去联系 经常派杨行密去成都问候圣安 杨行密入伍这几年也打过几次仗 周围聚了不少的兄弟 杨行密有力气有本事 自然做老大 自称什么八营都 织兵马使 在卢州他自称老子 朗幼知道杨行密比较野 听说传令的都让他给割了脑袋 便更加不敢得罪他 写信给淮南节度使高片 这位杨兄弟很有本事 节度大人不如让他来主管卢州吧 给我挪个窩就行 高片也听说过杨行密这个人 便派人告知杨行密 别当什么不算数的八营兵马使了 跟着我吧 杨行密当然愿意 于是点头答应 高片上奏朝廷 中和三年二月 唐朝封了个卢州刺事 杨行密没怎么费事 就吃到了黄粮 此时高片看到黄朝 已经把唐朝折磨得不成样子 便有心割据 根本不把皇帝李轩放在眼里 还在背后骂李轩是蠢货 皇帝好歹也得有点尊严 听到消息后他大怒 骂高片无耻 高片居然又敢回书对骂 虽然李轩现在没有实权 拿高片半点办法也没有 但是记恨总是可以的 得罪了皇帝就等于封死了围观之路 高片痛苦间看破了红尘 人生不过如此 于是开始依靠信奉道教来潜意聊生 高片在扬州建造高楼 身着道袍 在楼上胡混 淮南事务基本上由术士吕用之打理 吕用之经常糊弄高片 不知从哪儿弄了把铜剑说 这是神剑 威力无穷 主公可以防身 高片大喜 骑着木头雕刻的鹤 捂着神剑高呼 鹤舞翩翩得道成仙 看到高片走火入魔 手下两员大将 于公楚和姚规力痛心疾首 臭骂吕用之小人 吕用之怀恨在心 正巧附近的圣县正在闹土匪 高片就派于公楚和姚规力 带兵去脚 吕用之为了除掉这两人 暗中使人来告诉杨行密 这两个小人要借剿匪为名 偷袭卢州 兄弟 你小心一些 杨行密一听大怒 那还了得 这是我的地盘 姚索布二人没有防备 被杨行密杀了一个过瘾 随后杨行密就在高片那里告了二人的状 高片这里早就被吕用之给骗傻了 信以为真 他重上了杨行密 高片的部将毕师朵见高片已经疯了 也想趁乱捞一把 便在光启三年四月 联合高游首将张雄 从驻地高游出兵 并约请宣州次使秦延出兵 齐袭扬州 和毕师朵有过节的吕用之 非常害怕 一边给杨行密写求救信 一边在城中大肆抓人 上城防守 不过毕师朵有点本事 没多久便攻破了扬州 吕用之只好骑着木鹤逃去 不过毕师朵才懒得搭理吕用之呢 他的目标是高片 具体一点说是扬州城 高片得知毕师朵要进扬州 不知所措 都于侯升级劝高片 现在行事紧急 请令公先出扬州避避风头 然后再几何兄弟们杀回来 毕师朵是个草头王 手下没有多少人马 不足为惧 请令公速下决断 不然大势去 高片天天修道齐鹤 都已经不务事事 他觉得毕师朵不像是坏人 不听升级之计 高片听说毕师朵已经进了城 就穿上了官服去会对方 高片和毕师朵真有意思 两个人穿着官服对拜 高片拜道 将军辛苦 吃早餐了没 毕师朵还礼 没令公辛苦 还没有呢 这两位 那真是相当的客气 因为高片这些年 断了对朝廷的进攻 所以他积聚了不少宝贝 这下全都被江湖好汉 发了财了 大略扬州市 高片也没有全傻 看到自己的位置 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他也在想办法 安抚毕师朵 于是封了对方为 淮南节度富士 这个时候 大师吕用之 已经逃到卢州 杨行蜜听说毕师朵 进了扬州城 心中难免酸溜溜的 幕僚元席向杨行蜜禁言 方金天下大乱 淮南平和临江 是割土为王的好地方 高片已经失了事 毕师夺贪小财 而妄大义 不是个能成大事的人物 现在扬州无主 将军不可错过天赐良机 逞乱来取淮南 此言郑重 杨行蜜下怀 于是他亲率 卢州精兵 及持扬州 当杨行蜜行军 来到天长的时候 正好碰上了 吕用之这个活神仙 吕用之向杨行蜜 哭诉毕秦二人的恶行 并带索步加入了杨行蜜的队伍 此时在扬州城内 毕师夺的几路联合势力 出现了分歧 张雄想多要点东西 但是毕师夺 以没有得到秦延的同意为由 拒绝了对方 张雄大怒 帅本部兵投靠了正在赶来的杨行蜜 此时 杨州城内外 毕师夺和杨行蜜的部队实力已经比较接近了 杨行蜜率军攻城 不过一时没有得手 便把部队扎在城外的树冈 等待机会 毕师夺仗着自己兵力雄厚 想把对方一网打尽 所以连吃早饭都没得吃 就出城找杨行蜜决战了 杨行蜜此时军队人数虽然众多 但毕竟里面有大量部队是刚刚投奔自己的 不知道底细 特别是吕用之和张雄更不敢完全相信 于是不敢硬扛 诈败而走 毕师夺的人马顺风顺水就占领了卢州军的大营 这个时候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当毕师夺的军队禁营之后 不是追敌 而是四处找东西冲击 杨行蜜 远远地站在山头观望 发现了这之中的秘密 卢州军开始反攻了 而此时 毕军正在卢州军营中开火吃早饭 还没来得及刷碗呢 就被卢州军一通狂砍 毕师夺单计逃回了扬州城 进城之后 毕师夺窝了一肚子的嫌弃 便找来自称神通广大的尼姑 王凤仙 问当如何 凤仙 大师胡周一通 天神来告 扬州城当死掉一个大人物 然后才能转危为安 秦言笑道 我和毕将军也算是个人物 但是要说到大人物 除了高平没有第二个人了 毕公 意如何呀 毕师夺早就想除掉高平 大喜 派副将流筐带兵去杀高平几天 这时的高大人 因为饥饿难耐 正蹲在地上煮皮带吃呢 有人惊惧万壮来报 令狗 有人要杀我们了 高平不信 整肃医官 哪知道闯进来的是流筐 还没等高平问话呢 众人就上前把高平扑倒在地 众人刀兵齐下 高平毕命 杨行蜜在城外 得知高平惨死 放声痛哭 让三军将士 进阶待众孝 对着扬州城 豪哭三天三夜 高平对杨行蜜有大恩 哭哭恩主也是应该的 如果没有高平的提携 杨行蜜不知道哪年 才能混到如今的地位 当然杨行蜜的这个行为 也不仅仅是报恩 同时这也是条苦肉计 在部下面前表演一下 看我杨某人如何忠义无双 弟兄们 学着点 丧事完毕 杨行蜜怀着对 毕师朵等人的刻骨仇恨 开始攻城 但几个回合仍然没有拿下对方 杨行蜜决定辩招 由攻城改为困城 饿死毕师朵 这招果然阴毒 反正扬州附近有的是粮食 杨行蜜等能等得起 城中的毕师朵可就惨了 被困了半年 别说是粮食了 草都吃没了 城中粮食价格一路飙升 但是有价无市 毕竟有再多的钱 也变不出粮食来 城中百姓比毕师朵还要可怜 因为军粮吃光了 勤言所带的宣州军就开始做起了人肉买卖 死人肉也卖 活人杀了再卖 扬州城内惨不忍睹 跟屠宰场一般 即使这样 扬州也坚守不了几天了 人肉吃光了 还能吃什么呢 唐光启 三年十月 杨行密觉得时机已到 又命众军攻城 毕师朵和秦衍等人居然也破釜沉舟 居然又顶住了卢州军的狂攻 此时杨行密越打越泄气 已经打算想收手回师了 而正在犹豫间 狂风四起 大雨披降 杨行密突然改变了主意 此政破城事业 决定利用天使 破袭扬州 杨行密让吕勇之手下张沈薇 带着三百赶死队 趁着雨夜模糊之际 城上守军多激困难耐 爬入了城内 打开了城门 三百人趁着雨天事业不好 果然顺利地进了城 开了门 这下杨行密终于进到了杨州城内 毕师多和秦妍听说杨行密杀了进来 知道自己如果落到了对方的手里 一定会比高篇的下场还惨 忙问 杨州临时作战总指挥王奉仙 大师给弟子这条活路吧 我们可不想做杨行密的盘中餐 凤仙大师骂道 你们这两个笨凶 没读过兵法吗 两个人气道 读过 哪一句啊 王凤仙呸道 笨哪 三十六计 走为上 二人大悟 好主意 手长的打不过腿长的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手 带着残兵开门逃去 杨行密见张沈薇得手 回军冒雨杀入扬州城 入城之后 全城地毯似的来搜拿碧师多 可惜瓜地三尺他也没找到 这时杨行密震惊的发现 百姓遍地恶飘 整个扬州城存活下来的 竟然只有几百人 而且也都像恶鬼一样 杨行密 善心大发 急命人 酝粮到城中 让这些幸运的百姓 吃个饱 战争的残酷 毋庸多言 不仅军人能感受得到 乱世中的老百姓 比军人更惨 有句俗语讲的号 宁为太平权 勿为乱世人 落难的毕师多 勤言没地方去 带兵在四处转悠了几圈 想起了盘踞在河南腹地的大蔡皇帝 秦宗全 于是投奔到他的麾下 毕师多想对杨行密报仇 于是就对秦宗全 说扬州的好处 劝他带兵驱赶杨行密 好抢回扬州 秦宗全的确早就对当时大臣 扬州动了心 盲派弟弟秦宗衡为帅 孙儒 刘建峰 马阴 许德勋等人为副手 杀到扬州城下 此时杨行密已经自称淮南留后 开始重建这座 已经被战争扫荡的 近乎彻底破产的古城 让杨行密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刚要重建 就听说秦宗全率兵来贩 秦宗衡说到就到 紧接着开始进攻 杨行密只好展开防守 双方你来我往 打了个半斤八两 就在战争僵持的时候 中原的进攻改变了他们的力量对比 朱温看秦宗全不顺眼 发兵攻打 对于秦宗全来说 拿下扬州只是为了扩大地盘 不是生存必需品 而如果被朱温抄了老家 那就大势已去 于是急忙令秦宗衡 速率军回到河南 对付朱温 秦宗衡是哥哥的提线木偶 让攻就攻 让撤就撤 可他身边的头号大将孙儒 却起了歹意 不想回去 私下想的是 破扬州弄个山代王来当的 从孙儒角度来考虑 何必回去跟秦宗全开攻呢 自己当淮南王 岂不是更好吗 于是假意拖拉 不肯撤退 不断被河南催促的秦宗衡 只好找孙儒 他设宴仗中问孙儒 你怎么回事啊 我哥哥的话你敢不听吗 信不信 我杀了你 孙儒冷笑 信 我当然信 说罢上前一刀砍死了秦宗衡 收编了人马 帅军在扬州一带 偷强拐骗四处发财 但秦宗衡手下大将安仁义 却不想跟孙儒混作流寇 连夜逃出军营 投奔了扬州城内的阳行密 孙儒是华便当的军队领袖 对之前投诚秦宗衡的毕师夺和秦妍 很不放心 干脆把两个人请上了断头台 送他们到地下去找高便了 然后孙儒自封军中大帅 给队伍起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 土团白条军 中原的宣武军节度是朱温 听说杨行密很有两下子 担心他被对手秦宗全拉拢 于是决定先下守围墙 把他吸引到自己的阵营中 就封给杨行密一个淮南节度赴使 起初杨行密还挺高兴 毕竟朱温在当时可以说实力不凡 但随着朱温的信使来到 杨行密就发现 朱温实际上是包藏祸心 这那是和自己联盟啊 分明是想偷偷收编自己的部队 然后再占领花花扬州城 最后当然是把自己一脚踢开了 既不想得罪当时第一军阀 朱温 更不想惨死街头 杨行密陷入到了左右为难之中 上下五千年 读史有学问 我是罗宾 刚刚您听到的是三峡出版社出版的 由江郎柴晋撰写的 五代十国风云录中的 十国无国篇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本集结束 字幕志愿者 刘宇宙